好 好 接下來我們到了六樓頂 這裡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呢 您正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 看一下 前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其實 屋頂的部分 我們本身已經做過PU PU在針對這個 立面這個折角 已經處理過了 做之前就打磨得非常乾淨 那PU 我們做完 三道以後它這個是五皮 五皮類工法 五層 有沒有含那兩層 不支部 底漆做完對不對 它是不是要上PU 綠色的 再來加一層 一層是不是第三部 再來加PU 再PU 第三部 第三部 最後在這個 五部 這個是五到七道的施工 至少五層 對對對 那這個先做 為什麼這邊不做呢 因為這個樹地呢 我們現在磁磚做好了對不對 對 要把它掃乾淨 對 掃乾淨以後 再來做整個地板的一個 對這邊還沒還沒做 對因為它這樣子比較不會破壞到 你要掃乾淨才能做 也像做公安側廠 公安側廠以後 它的地板做了當然 這個 樹地會做幾層 一樣 這個也不少五層 轉角會到七層 只是說 轉角七層 轉角一般怕這個硬力層 對 所以厚一點 會比較厚 那這邊 你看它做完 對 又怕沾黏不住 所以有用了非常 金剛鯊 金剛鯊 有師傅有講 對用金剛鯊 就比較粗 這會再貼嗎 這個沒有 這會直接做防水的 那你看貼了就 抓在裡面 對 那沒有貼 要貼磚 為什麼還要金剛鯊 因為它不管貼不貼 就是說 以後 比較沾 以後想完 它 應該就 我們 你做西的 對 因為目前 看到是說 整個的屋面都做了 對 但是這個立面 要不要說 這是有位之數 寧可先把它做起來 就 想貼磚還有機會貼 不會太滑 你如果說沒有做 就別想 就別想貼磚 對 那地板的防水 這一層非常重要 所以 對 最會露的就是頂層 對 這留到最後面 像我家呢 就是頂樓就漏水 才會自己DIY 很累啊 所以 這一層 這一層要做好 對 稍微看起來 我們 該說什麼 對 它就是 後來說 地板的一個 巨物防水 但是為了 先把硬架拆完 泥座後面全部側塔 對 所以 所以當初這個 這裡已經貼 貼好 而且 磚似乎都磨好了 對 對 這個當初也有 做那個五層的PU 對 都做了 所以這樣就不怕了 防水做好了 讚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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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走 沒問題 不是啊 他沒有停 他沒有停 所以這邊剛剛師傅抹過了喔 這邊已經停過了 這樣抹過 最後還要洗一次 還要再洗一次 然後洗一次 最後才拆陰架 沒錯 OK 讓我們多了解一點 這個頂樓它是什麼 頂樓的防水 會怎麼做 這很重要 各位看看呢 那邊已經走 這邊是蠻一樣的 實質上它已經 防水座 就是像這個灰色的一樣 它已經都 包括裡面 包括這一個 也是一個摸製的 歐美加 歐美加形狀都 都做 這整個都包了 對啊 對啊 這都已經貼這個面了 所以這兩戶的防水都能做 以後就比較不擔心 不擔心了 對啦 這個是很基本的一個 一個 不開的形狀 大家不怕厚水 對 屋面本身的防水 還有之前的灌漿也很重要 灌漿完 這個版面也 水密性也做得非常好啊 沒有 因為漏水就很大 而且要花很多錢 當然 對 不如一次做好 對啊 它本身體體 做好來 它就是第一次 最重要的 一個 一個 如果多病 就容易生病啊 那這結構體 你做好來 基本的養物做好來 它第一層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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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